美国政府28日与太平洋岛国领袖举行为期两天的峰会 第一天的会议由国务卿布林肯开场 这也是美国第一次与太平洋地区的国家展开如此大规模的峰会 这次的峰会中所有的太平洋岛国都派出了领导人或者代表出席 其中也包括了近期立场摇摆的所罗门群岛总理苏加瓦瑞 所罗门群岛在今年4月与中共签署了一份密约 并在8月拒绝让美国和英国的军舰停靠 而先前有消息传出所罗门群岛原本不打算签署峰会的宣言 不过布林肯在会上表示双方已达成了共事 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也对此做出正面的表态 在第二天的议程中 美国总统拜登将会与各国领袖举行峰会 并发表一份有11项要点的联合声明 根据密克罗尼西亚总统帕鲁埃诺周日所说 这份声明将涵盖五个主题 包括以人为中心的发展 应对气候变迁 地缘政治安全 商务和产业贸易关系 外媒援引消息指出 美国预计将会投资超过8.6亿美元 用来援助太平洋地区的岛国 先唐人亚太电视李毅宏综合报道